不要讓暑氣 積聚在身體裡面 然後要消暑清涼一下 有哪些飲食是非常好 而且能夠促進健康的 我們要來談一下 先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個就是清草茶 很多人覺得說 夏天就喝很多清草茶 可以就是解暑氣 可是清草茶會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很多人把它當水河 變得太寒 你可能就是解了暑氣 可是身體質變得太寒 就是常常會拉肚子 變成吸收不好 如果在覺得熱的時候 我自己的方法 就是我會把檸檬整顆拿來 然後洗乾淨 已經記得要洗乾淨了 然後把它切成薄片 然後就是含在嘴巴裡面 我發現它其實有一個很解熱 然後降暑的功能 我是把綠豆放進去 然後再倒熱開水進去 再把它燜住 然後燜得讓那個水 變成比較室溫的時候 再喝上面的水而已 常吃鳳梨來解暑的嗎 佑莉 我愛吃而已 對 不過鳳梨水分很多 酵素也很多 夏天幫助蛋白質消化 也滿不錯的 我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我鳳梨 尤其現在夏天鳳梨是盛產 其實我每天大概半顆 我早上起來一定一杯 就是鳳梨檸檬 然後就是去打汁 那我發現就是它除了消暑 然後就是對身體的那個狀況 還有另外一個很有幫助 就是它對我們的消化 對 它消化很大 對 因為它的纖維非常多 而且它還有鳳梨消暑的關係 所以我發現就是夏天這樣子吃 我覺得整個人是清爽 奇異果 常吃奇異果的 也不錯 也不錯 大家覺得維他命C很多 對 西瓜 你不吃西瓜 為什麼 比較 體質比較寒一點 所以我怕西瓜吃多了會不太舒服 而且有時候會容易水腫 西瓜其實是消暑 對 解渴第一名 而且對電解質 它裡面就有電解質 然後各種營養成分也都在裡面 其實滿好的 我們羅醫師你前面擺滿了東西 好像你要給我們提一些建議 對不對 我們現在說有陰暑 有陽暑 各要吃什麼東西來解暑 那在陽暑的地方 我們推薦叫做 二豆 西瓜 皮 二豆就是綠豆跟紅豆 對 我們剛說綠豆 綠豆很好 清熱解毒 蓄濕消腫 那紅豆也是補血 瀝水 可是西瓜呢 我們把這個翠綠的外皮把它削掉 然後把它切成冰塊 然後我們就是留裡面 那個白白的那一層 我們叫翠衣 對... 我們的天生白虎湯 清熱退火的 白果肉的部分 跟我們的紅豆跟綠豆呢 我們給它煮水 帶茶飲 那就是很好的清熱解毒 消暑良藥 所以你的刺小豆少一點 20克 然後綠豆是30克 西瓜皮多一點 60克 如果你比較陽暑的體質 就可以吃這一道 像剛才有提到說 陰暑 冷氣房 你就覺得頭昏腦脹 那你就容易怕冷 那我們就給它出汗 冬吃蘿蔔 夏吃薑 不老醫師開藥房 所以生薑 貨香 紫蘇都是很好 OK 它可以讓你生熱 對 那有時候在夏天 我們吃一點辛香料 薑蔥蒜 辣 微微的 可以幫助消化 擴張血管 我們都叫心溫發汗 那加一點我們的穀物 這種白米 小米 它本身都可以清心除凡 寧心安神 都可以幫助的 小米裡面B群也還不少 對 五穀雜糧 都是有一些清熱解毒 去世消腫 做點稀飯 它可以補中益氣 益氣養血 都是滿好的這種因素 所以你先煮這個貨香對不對 對 煮20分鐘 然後過濾 只要汁就好 然後生薑就把它洗乾淨 切成薄片 然後呢 把那個洗過的米 然後把貨香的汁 還有那個米 還有生薑 放在鍋內加水去煮 什麼叫無火燒開 無火就是大火 然後文火就是小火 先用大火燒開 然後再用小火去蹲煮 35分鐘 那我今天呢 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消暑廟房 當然大家都知道 綠豆薏仁是滿不錯的 薏仁也是去水 利濕 還有美白 對不對 而且我們府仁大學研究發現 它降血脂的功效特別好 所以有些血脂比較高的人 也可以吃它 那其實綠豆薏仁湯就很好了 但是你知道嗎 有時候你煮綠豆薏仁 小孩就不給你吃 對啊 他就看起來 就覺得它醜醜的 然後就不好吃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所以我就把綠豆薏仁呢 我們煮好了以後 我們可以加一點冰塊 加一點鮮奶 可以打成一個冰沙 那也是很消暑 那唯一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吃冰不好 所以你一定要含在口裡 久一點 然後再把它咽下去 那這樣子它是自然的食材 也可以達到消暑散熱的效果 煮一大鍋 分一盒一盒 要的時候就把它拿出來 這樣 這個是自己家裡做的那個冰塊 用那個冷開水做的冰塊 我覺得比較安全 這個是鮮奶 非常的簡單 OK 好... 真漂亮 好 就是把它打成像一朵花一樣 它就凝結了 對 把它打成漂亮的冰沙 每個人都可以喝一球 好 來 品嘗一下 好香的藝人味 很香啊 其實它就是一個冰沙 所以就是可以清涼解暑 然後讓小朋友呢 不要去吃外面太甜 或者是其實材料 你也不知道可不可靠 那它其實也可以 剛剛講非常好的消暑 去吃清熱解毒 就其實那個魚韻還不錯 它不是像外面的那個冰 那麼吸引你 那就是很甜很香 但是它就是天然食物的味道 我覺得應該要讓自己 或者是家人 特別是小朋友 從小的習慣吃這種天然的食物 利用天然的食物來消暑 我想是最健康的